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课的话叫做地震记录之反应谱 那这个地震记录的话就是记录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地表的那个运动 那当然这个地表的运动可以包括是地表的位移 地表的速度还有地表的加速度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地震记录的话 是用加速度的那个形式来这个呈现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反应谱 那什么是反应谱呢 那看到这个谱这个字啊 各位会想到说光谱 生谱这样 那说这个谱呢就是说一样东西 它是跟这个频率也好 这个周期也好 它的那个变化率 或者说它的频率上面的分布 或者说它在周期上面的分布 就叫谱了这样 那反应谱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地震记录 然后这个地震记录作用在不同的结构上面 那这个结构呢有不同的周期 然后它有不同的周期就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反应谱的话就是结构的反应 这个跟这个频率的那个关系 这个频率的话就是这个结构的那个震动频率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用频率来表示 我们也可以用周期来表示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它表示成说 结构的反应对这个频率的那个关系这样 就是横轴呢就是结构的那个周期 那中轴的话就是结构的反应 那这边的那个结构的反应呢 可以是结构的位移的反应 也可以是结构的速度的反应 也可以是结构的加速度的反应这样 那我们来看看说在这门课里面呢 那我们会用到哪些专有名词这样 那第一个的话是地震记录 然后呢英文呢叫seismic record 那这个地震记录我刚才有说过了 它有可能是地震的地表的位移 地表的速度 地表的加速度 那但是我们这边呢讲的地震记录 一般而言呢都是指地表的那个加速度的那个记录这样 然后再来是反应谱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地震记录 那怎么去找它的反应谱呢 因为这个地震记录啊就是地表的加速度 那这个加速度呢作用在这个不同的结构上面 那不同的结构有不同的那个周期 那我们把这个横轴啊就用周期来表示 那中轴呢它的那个最大的反应 那么它就是一个反应谱这样 那因为结构的反应呢有位移的反应 那所以说我们就有位移的反应谱 那这是displacement response spectrum 那这个位移呢我这边要强调一下啊 是相对的位移 就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位移这样 那也有呢结构的那个速度的那个反应谱 那这边的速度呢就是相对速度 那就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那个速度这样 那英文呢就是velocity response spectrum 那我们也有加速度的反应谱 那这边的加速度呢我们要强调说它是个绝对的加速度 就是结构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并不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那英文的话就是acceleration response spectrum 那我们也有谱位移 那谱位移的话就是对应一个结构的周期 那我们就得到它的最大的位移 那么就叫谱位移 那就叫spectral displacement 那也有谱速度 那就是说对应一个结构的周期 那我们就得到它的那个最大的速度 那这边的速度也好位移也好 就是相对的位移相对的速度这样 那英文呢叫spectral velocity 也有谱加速度 那我们如果给定一个结构的那个周期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最大的那个加速度 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个谱加速度 那这边的加速度呢是指绝对的加速度 那英文呢就是spectral acceleration 那我们首先来看说这个结构的运动方程式 那这个结构的运动方程式 我们在之前的单元就讲过了 那就是说当结构受到个基底的那个震动 然后它的运动方程式是长怎么样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看到是mxw'加上cx'加上kx equal to minusmx0w' 那这个x0w'的话就是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那我们就把地表的加速度乘上一个fullm 就可以把它视为这个外力这样 那一样这边的那个初始的位移 initial displacement 初始的速度 initial velocity 它们都是零的 那就是说当这个地震还没有袭击这个结构了之前的话 它的位移 它的速度都是零 就是没有在动了这样子 那我们在上个单元有讲到说 我们用个差分方程式 就可以从j步就是xn的位移 j步的那个速度x.n 还有j步的那个地表加速度x0w.n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差分方程式 就找到下一步的相对位移 那这个xn加1就equal to a11xn plus a12x.n plus b18x0w.n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a11 那这个a11我们只要知道结构的自然震动频率 omega0 结构的阻力比zeta 还有这个取样的周期 那这个取样的周期呢 就是看这个地表加速度 它的那个取样的周期是多少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算做a11 那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算做a12 那这个b18呢也是一样 我们只要知道结构的自然震动频率 omega0 结构的阻力比 还有这个地表加速度的那个取样周期delta t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b18 当我们已经知道a11它是个常数 不会随着时间变化的 a12也是个常数 不会随着b1 随着时间变化的 那b18呢也是个常数 不会随着时间变化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j步的位移 j步的速度 j步的外力 我们就很容易啊 算出下一步的位移这样 那我们这个不停的迭代 就可以知道这个所有的那个位移的历史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那个相对速度 那这个相对速度的话 就是结构相对于地表的那个速度这样 那一样我们从此刻j步的位移xn j步的那个速度x.n 然后j步的地表加速度x.n 那我们就能够算出啊这个x.n 下一步的那个速度了 那这个a21 a22跟这个b28 都是只要我们知道结构的那个振动周期 振动频率 omega0 还有结构的那个阻力比 还有外力就是地表加速度的那个取样周期 那我们就能够算出a21 a22 还有b28这样 那这个a21也好 a22也好 b28也好 那都是个常数 它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所以我们这个x.n加1 就equal to a21 times xn plus a22 times x.n plus b28 times x0.n 那就是说我们从j步就是dn步的位移速度 还有地表加速度 我就可以算出下一步就是n加1的时候的那个相对速度 那我们这样子不停的那个迭代的话 我们这个全程的位移就是相对位移 速度相对速度我们都能够找到 当我们找到这个相对的位移相对的速度 那我们再从这个运动方程式里面 就是这个平衡的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找到绝对加速度 那在这边的话这个x.a.w. 知道说它就是个绝对的那个加速度 那这个绝对加速度呢 事实上就是相对加速度x.w. 加上地表的加速度x.w.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绝对的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平衡的方程式 经过移相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下一步的绝对加速度 下一步的绝对加速度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下一步的那个相对位移 x.n加1 还有下一步的相对速度x.n加1 相关的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x.a.n加1 就是下一步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从下一步的相对位移 下一步的相对速度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下一步的结构绝对加速度 好 那我们来看说什么是反应谱呢 那所谓谱呢 它就是一个频率 或者说周期的一个关系这样 那就是说所谓这个结构的那个反应谱 就是我们把它结构视为一个单字物度的结构 那我们知道结构是个单字物结构 然后它就有共振的频率 或者说共振的那个周期这样子 那在外力作用之下 那我们这边的外力就是地表加速度 或者说是个地震力作用之下 找它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反应 那最大的反应很可能是位移 那这边位移如果是地震的作用之下的话 它就是相对位移 那这边的速度呢就是相对速度 还有绝对加速度 然后跟结构的周期 或许说频率的关系曲线 那么这个就是反应谱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 那这张图的那个横轴的话 就是这个结构的那个周期 那这个结构的周期的话 是从这个0到5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画0到10 也可以这样子 然后这个纵轴啊就是谱加速度 谱加速度呢就是说 在这个周期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接点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谱加速度呢 大概是100多 那我们再看这个周期1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谱加速度呢 就接近150 那这个单位呢是Gal 那Gal就是cm per second square这样 那我们再看2秒的时候 它是接近还没到这个100个Gal 那我们再看3秒的时候呢 它也是接近100 但是还没到100Gal 那如果说结构的周期是4秒的时候 而且它看起来说是相当于 这个接近这个50 这个超过50一点点这样 那我们如果再看这个周期是5秒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谱加速度呢 大概就是50多 大概是70左右 70个Gal 就是70cm per second square这样 那这个反应谱是怎么得到呢 那就是说当一个结构 在这个TCU026东西向这个地震记录的时候 那我们呢把这个用这个地震记录啊 来做这个结构的外力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改变 结构的那个周期 很可能结构从周期等于0秒 到1秒到2秒到3秒到4秒到5秒 那当然0到1之间我们还可以多找几个值 1到2之间也可以多找几个值 让这个曲线呢更这个平滑化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结构的主力比呢 就是5个percent设定为5个percent这样 那说说我们这个反应谱啊 它就是一条曲线 那这个曲线的话 这个横轴很可能是周期 或许是频率这样 然后这个纵轴呢 它是最大的反应 那最大的反应呢 有可能是位移 有可能是速度 有可能是绝对的加速度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构成了一个反应谱了 那我们在制作这个反应谱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要这个地震的历史 我们知道它的地震历史 那就是说知道说地震的那个加速度 地表加速度 然后这个地震 这个地表加速度呢 是用量测得到的这样 比如说某一次地震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量到 这个地表加速度是多少这样 那当我们有了这个地表加速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制作它的反应谱 那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地表加速度 来积震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改变它不同的周期 那我们每一个周期呢 就可以算出它的一个反应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周期把它连起来的话 这个得到一个反应谱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结构的那个阻力比啊 是设定为啊 是5个percent这样 那除了有这个地震记录的反应谱以外的话 那我们也有一个设计反应谱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跟地震记录的反应谱有什么不一样呢 然后地震记录的反应谱是针对单一个地震 单一个历史而制作一个反应谱 然后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我们是按照过去很多个地震 发生了好多次地震 好多个地震记录 那我们把这个地震记录啊 就全部都制作成反应谱 那我们看说这个反应谱有些什么趋势 那我们把这个趋势啊 建立一个设计的反应谱 所以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变成是个参数化的那个反应谱 那这个是我们用来做这个设计这样子 那在这个科学的领域啊 这个谱呢 就是代表说 看说是周期的分布 还是频率的分布这样 像这个光谱生谱 那我们这个以这个生谱为例呢 那就是说这个声音 究竟在这个频率上面是怎么分布 是高频的比较多 还是低频的比较多 还是中频的比较多等等这样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把这个生谱啊 这个把它画出来 求到这样子 好 那我们跟着来看这个地震的历史的反应谱 那这个地震历史呢 就是地震的那个记录 地震记录 那我们说过了 地震的记录呢 韩港是地表的位移 地表的速度 还有地表的加速度 那因为我们现在要算结构的那个反应 结构的反应 所以这个地震的历史 就是地震的记录呢 就是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那反应谱呢 是反应是代表结构的反应 那结构的反应呢 很可能是位移的反应 就是相对位移的 速度的反应 就是相对速度 还有加速度的反应 就是绝对加速度 铺 就是说把这些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 把它写成 跟这个结构的那个周期 做个变化 那我们把这个曲线画出来 那么它就是个反应谱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现在有个地震记录 然后这个地震的记录 就是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横轴呢 就是时间 那以这张图为例呢 这个时间是从0到90秒 这个纵轴呢 就是ground acceleration 就是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那这个地表加速的那个范围呢 大概是从-150G到150G 那一个G就是一个cm per second square 那这个地震记录是怎么来得到呢 它的那个侧站呢 是TCU026 然后这个侧站呢 就是中央气象局啊 它在这个全国 布了很多个地震记录的 那个量测的站 然后呢 这个站呢 叫TCU026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它的那个跟时间的变化 把它划出来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地表加速度 作用在一个单字五度的那个结构 然后这个单字五度的结构呢 是有三个参数 一个呢 是它的质量 一个是它的进度K 然后一个是它的阻尼系数C这样子 那因为它是个单字五度的结构 所以呢 我们只要用一个位移变数啊 就能够把这个结构的位移的行为啊 把它描述出来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一个速度的变数 也可以用一个加速度的那个变数这样 然后我们从这个单字五度的结构 承受一个地表的加速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建立它的那个运动方程式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运动方程式的话就是MX double dot 加上CX dot 加上KX equal to minusMX0 double dot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左右两边都除一个M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运动方程式简化为X double dot plus2Z的Omega0 X dot plusOmega0 square X equal to minusX0 double dot 这样 那我们看说 看看这个经过简化之后的运动方程式 那经过简化的运动方程式之后呢 它就没有再出现M资料 也没有出现C主力技术 也没出现K就是进度这样 那经过简化之后只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就是Omega0 就是结构的自然振动频率 然后一个是结构的阻力比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结构的频率Omega0 知道结构的阻力比Z 我们就能够找到结构的位移反应 速度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 那我在这边再强调一下 这个位移呢就是相对位移 就是相对于地表的位移 速度呢是相对速度 相对于地表的那个速度 那加速度呢可是绝对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好那在我们找到这个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还有结构的加速度 那我们可以找到它的最大值 那最大值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其中一点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改变结构的那个频率 那我们把这些频率每个频率都找到一点 把这些点连起来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反应谱这样 那说说对于这个地震历史的反应谱呢 那说说我们的外力就是地表的加速度 作用在单字物度的结构 那这个单字物结构的话 就是只有一个频率一个阻力比 然后呢找它的最大的反应 那最大的反应呢就是包括相对位移 相对速度还有绝对加速度这样子 那我们改变不同的那个结构的周期 那不同的结构周期 那就是不同的那个自然正平 Omega 0 那我们就得到很多点 把这些点连起来成为一条线 那么它就是反应谱这样 好 那我们这边呢用这个例子啊 再说明一下说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自然正平 是6.28个radian per second 那么它的周期呢就是1秒了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啊 它的那个结构的反应 那我们的阻力比呢设定为5个percent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知道Omega 0 是等于6.28个radian per second 那就是说T周期就是等于1秒了 再来我们知道它的阻力比是5个percent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位移的反应 找到它的位移反应 那这个位移反应呢我们就取它的最大值 最大值呢就是说我们把正负号都取绝对值的 绝对值的最大值 那我们大概就得到是3.45公分 3.45公分 那我们再看说如果说我们现在改变结构的周期 就变成2.5秒 2.5秒 那我们从这个2.5秒就可以找到说 结构的自然正平就是2.51个radian per second 那结构的主力比呢我们还是把它设定为是0.05就是5个percent 那一样我们知道结构的自然频率Omega 0 等于2.51个radian per second 结构的主力比是等于5个percent 那我们有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结构的反应了 那这个这边的结构反应呢是它的位移的反应 那位移的反应我们就找它的最大值 那最大值呢大概是13.5398公分这样 那说说我们有两个周期 然后两个位移的最大值 那如果我们找到更多的周期 那这对应每一个周期啊 我都得到一个最大的那个位移反应 那我们把最大的位移反应全部连起来 那么我们就得到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呢就是最大位移跟结构周期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曲线画起来的话 就是位移的反应谱了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用这张图啊 再说明一下这个位移的反应谱怎么制作这样子 好首先呢我们就选定说结构的周期是0.5秒 0.5秒 那我们知道结构的周期 那我们就是把它乘以2π除上这个周期 那么我们就得到Omega0 就是我们把周期啊 除以这个2π除以周期 我们就得到Omega0 那我们固定这个结构的阻力比呢是5%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地震反应的分析了 那这个地震反应分析呢就找到它的位移的反应 那位移的反应呢我们就找到它的最大值 那最大值的话大概是一点多公分这样子 如果我们这边没看错呢是一点多公分 那这个一点多公分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一点了 就是在0.5秒的时候 结构周期0.5秒的时候呢 那它的最大的位移的反应的话 就1.417公分这样 那我们就找到一点 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改变结构的周期 那我们把结构的周期啊设定为1秒 那结构的周期是1秒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Omega0 Omega0那就等于2π除上这个周期这样 那大概是6点多个radian per second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动力分析了 那动力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位移的反应 那这边呢我再说一下说我们的阻力比啊 是把它固定为5个percent的 那我们固定为5个percent 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它的最大的那个位移反应 那最大的位移反应啊大概是3.4502 所以我们这个对应横轴1秒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点 那接点的话就是3.4502公分这样子 好那跟着我们再改变结构的那个周期 那我们把结构的周期啊设为是2.5秒 那我们有了结构的周期 我们把它这个2π除上周期 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构的那个自然正平 那我们有了结构的自然正平 有了结构的那个阻力比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结构的反应 那这个结构的反应啊就是位移的反应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速度的反应 加速的反应 那我们这边呢只看位移的反应 那大概是13多公分这样 13.5398公分这样 那么我们在这边又可以发出一点这样 那说说对应于周期2.5秒的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大的那个位移反应 就是13.5398这样 那我们这边呢就有一点这样 好那我们跟着再设定说结构的周期呢是等于4秒 那有了结构的周期 我们就可以找到Omega0 因为Omega0是等于2π除上t 那我们这个阻力比呢设定为是5个percent 那我们有了这个结构的那个自然正平Omega0 我们也有9π5个percent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它的位移的反应 那位移的反应 我们就在这个位移反应是跟着时间变化 在所有的位移反应里面呢 我们找出一个最大的值 最大的那个峰值 那峰值呢是21点多公分这样 那我说我们在这边呢 就可以设定一点这样 就对应于4秒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最大的位移呢 大概是21点多公分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值啊 最大的位移值啊把它串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位移的反应谱 那当然如果说现在目前我们只有4点 那如果说你要这样这个曲线啊 画起来这个更平滑的话 那我们可以赶快做得更多点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曲线啊 那个精度啊就会更高了 那同样的那我们就可以做出速度的反应啊 速度的反应啊 那一样我们这个从这个0.5秒 就是把这个周期啊设定为0.5秒 那么我们就做这个动力分析 那么我们就做这个动力分析 我们的阻力比呢也是设定为这个5% 那我们有了周期就可以有这个Omega0 因为Omega0呢是等于2pi除上周期 那我们也有阻力比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地震的反应分析了 那地震反应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找这个位移的那个最大值 那这个位移的最大值啊大概是15 15点多公分这样 那这个15点多 所以是速度的那个最大值 那就是15点多啊 Cm per second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设定一点这样子 好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周期啊设定为1秒 那么我们有了周期就有它的自然振平Omega0 我们也有它的阻力比是5%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做动力分析 那动力分析之后呢 我们就有它的位移的反应 速度的反应 还有加速度反应 那我们这边呢只看它的那个速度的反应 那速度反应的话是这个22点多Cm per second 所以我们这个对应1秒 那这个1秒呢是结构的那个周期 震动的周期呀 那我们这个对应一点 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最大的位移 那最大的位移呢最大的速度 就是22点多Cm per second 好那跟着的话我们把这个周期啊设定为这个2.5秒 那我们有了周期就有它的那个自然振平Omega0 那我们再来的话我们这个阻力比呢是设定在5% 那我们有了自然振平Omega0 也有9离比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结构的那个反应分析了 这个反应分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速度跟着时间的变化 那我们在跟这个速度跟时间的变化里面的话 那我们在众多的速度里面找到它一个最大的峰值 那这个峰值呢大概是32点多Cm per second 所以我们这个对应于这个自然震动周期2.5秒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点最大的那个速度 最大的速度呢就是32点多 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画出一点这样 好跟着我们再改变了结构的周期 把它设定为这个4秒 那我们有了结构的周期 我们就有Omega0 那我们这个结构的主离比呢是设定5% 所以那我们就可以做地震的反应分析 然后这个地震的反应分析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速度 那这个速度就是相对的速度 随着时间的那个变化 那我们在所有的速度里面找它的最大值 就找到了就是40点多Cm per second 所以我们在对应于4秒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行轴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重坐标 重坐标的话就是40点多Cm per second 那我们把这个每个周期对应的这个最大速度把它连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速度的反应分这样 那这个速度的反应分的话就用SV来这个表示这样 那一样这个车站 这个车站就是TCU026 然后东西向的那个地震记录 因为我们每个车站有这个东西向南北向还有上下这样 那我们现在目前取就是东西向这样 那当然如果说你取南北向的话 那因为南北向的那个地表加速度 跟东西向的地表加速度不一样 那所以说它出来的那个速度反应波也不会一样 好跟着我们来看绝对加速度 绝对加速度 一样我们从这个T等于0.5秒 那我们有了T就有Omega0 就是结构的那个自然振平 然后再来我们的阻尼比呢是设定是在5% 那么我们有了这两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做地震的反应分析 那地震的反应分析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absolute acceleration 随着时间的那个变化这样 那我们这个从这个绝对加速度里面 找出一个最大值 那这个最大值是198cm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我们这个对应于周期0.5秒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重坐标 那重坐标的话就是198点多cm per second square 那我们就得到第一点 好跟着我们改变了结构的那个振动周期 把它设定为1秒 那我们有了结构的振动周期 就有它的那个振动频率Omega0 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阻尼比呢是设定在5%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动力分析 那动力分析呢就可以找到结构绝对加速度 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随着时间变化里面呢 我们找到一个最大值 那这个最大值呢大概是163点多cm per second square 那么我们在这个对应1秒的周期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重坐标 那重坐标的话大概是163点多cm per second square 好跟着我们再把这个周期啊 结构的那个周期啊设定为2.5秒 那么我们知道结构的周期 知道结构的阻尼比是5%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地震的反应的分析 那我们从这个绝对加速度的反应 找到它的最大值 那最大值的话大概是 150多cm per second square 那么我们这个对应2.5秒的地方呢 那我们就可以花出一点 那一样我们再改变结构的周期啊 到这个t等于4秒 好 t等于4秒 那这个t等于4秒的话 那一样我们就可以 可以做这个动力分析 那因为我们有周期就有它的频率 那有那个频率的话 我们就有它的阻尼比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最大值 那最大值我们找到之后呢 那我们把这些点全部连起来 那我们就得到一条曲线 那我们把这些点连起来 把这些点连起来 就成为一条线 那这个线的话 就是绝对加速度的反应谱 好那我们来看看说啊 这些这个位移的反应谱 速度的反应谱 还有加速度的反应谱 有些什么样的特性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做完之后啊 我们才能够判别说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合理与否这样 那我们第一个的话说 看这个t等于0的时候 我说t非常接近0的时候 那当这个t非常接近0 那就说结构的周期啊 非常非常短 那就代表说这个结构呢 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呢 它的周期非常非常的短这样子 那就说当这个t接近0的时候 那结构周期接近0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结构就像个钢体一样 那因为它是像钢体一样 这个地震的时候呢 这个结构就跟地表一起运动 一起运动 这个地表往东它就往东 地表往西它也往西这样 所以呢 它的相对位移就是0 相对位移就是0 那当然相对速度也是0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看它的那个普位移 那我们看说 这个t趋降于0的时候 那这个普位移呢 是趋降于0的 好 那如果说我们回头啊 看这个前面的一页 回头看前面的一页 那我们看这个速度的时候也是一样 当这个t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谱速度呢 也是接近于0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 我们当我们找到这个谱位移的时候 就是位移的反应谱的时候 就是位移的反应谱的时候 那我们第一个可以检查一下说 当这个周期趋降于0的时候 这个谱位移是不是趋降于0 当这个周期啊 趋降于0的时候 这个谱速度啊 是不是趋降于0 那如果是 那我们觉得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 那个位移的反应谱 还有速度的反应谱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加速度 当这个t趋降于0的时候 t趋降于0的时候呢 然后这个结构啊 像那个钢体一样 所以地震的时候呢 结构跟这个地表是一起运动的 所以呢 它的绝对加速度呢 就是地表的这个加速度 那地表加速度 如果它绝对加速度最大值 也就是地表的加速度的最大值 这样 那我们知道地表加速度的最大值 或许说我们叫做最大地表加速度 那英文叫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就是PGA 那就是说当t等于0的时候 这个谱加速度啊 就接近了 这个相当于啊 这个最大的地表加速度 就是PGA 那如果说我们再回去啊 我们之前的那个投影片啊 那我们看看啊 那我们看看啊 这个加速度的那个地震 地震记录啊 就地表加速度的那个记录这样 那我们看说啊 它大概最大值大概是100多一些啊 那我们再看这个SA啊 SA呢也是100多这样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那个合理性这样 那说我们从这个周期接近0的时候 那结构是个钢体 类似个钢体 那么它的普位移呢 就会接近是0了 因为它跟地表啊 就没有相对的位移了 那普速度呢也接近0了 它跟地表呢也没有相对的那个速度这样 那普加速度呢 就会变成是PGA这样 就是最大的这个地表加速度这样 好 那当我们看完T 这个趋性于0的时候 那我们看这个T趋向于无限大 趋向于无限大 那当这个T趋向无限大 就代表说这个结构非常非常的软 那非常非常的软的时候呢 那时候说当地表在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结构不动 如果说我们从外太空去看的话 这个结构就不再 这个没有相对 这个没有在动这样 我们从外太空来看的话 那么因为它结构没有动 只有地表在动 所以结构的相对位移 就相当于地表的相对位移 那一样的结构的相对速度 就相当于地表的那个相对速度这样 所以啊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普位移 普位移 当这个普位移 当这个周期越来越长的时候 这个普位移呢 就代表说结构的最大位移 最大的地表位移 那我们再看这个普速度 当这个周期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的时候 这个结构的普速度呢 相当于啊 这个最大的那个地表速度 最大的地表速度 好那我们看完这个位移跟速度以后 那我们看这个加速度 那看加速度的话 因为这个结构啊 已经跟这个地表分离了 所以地表在动的时候 这个结构没有在动 所以它的绝对加速度 或者说绝对的位移 绝对的速度 还有绝对的加速度都等于0 那我们再边回头去看它那个普加速度 那我们看见说周期越来越长的时候 它这个普加速度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加 当这个周期去向无限大的时候 那这个普加速度呢 也趋向于0 那记住呢 这个普加速度是绝对加速度 结构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那我们除了看这个t等于0 t趋向于0的时候 结构类似个钢体 t趋向于无限大的时候呢 那类似于啊 结构跟这个地表 没有任何的连接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看t等于1秒的时候 那t等于1秒的时候 那这个从这个普位移 普速度 普加速度 它们有没有一个比值的关系这样 那这个比值是多少呢 是不是等于这个Omega0 那如果是t等于1秒的话 就等于2π除上这个t 那就是等于6点多这个关系这样 那一样t等于2秒的时候 那这个普位移 普速度 普加速度 又没有一些关系这样 那说说我们要减合我们的普位移 普速度 普加速度 合不合理的话 那我们有几样东西可以减合的 一个话就是说 当结构周期趋向于0的时候 那这个普位移 普速度 普加速度 它的值 跟我们预期的合不合理 另外一个话 当这个结构的周期趋向无限大的时候 那我们得到的那个普位移 普速度 还有普加速度 跟我们预期是不是一样这样 那一样我们可以挑一个周期 比如说t等于1秒的时候 那这个普位移 普速度 还有普加速度 有没有一个比值的关系 那这个比值的关系 那这个比值的关系 是不是就是Omega 0 好 那我们之前啊 所提到的就是说 结构呢 我们的那个阻力比呢 都固定是5%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结构的阻力比固定5%呢 那是有两个原因这样 那一般来讲的话 结构的那个反应 在地表加速度的反应 作用之下 它的反应呢 跟两个东西有关系 一个就是结构的周期 或者结构的那个自然正平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结构的那个阻力比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 这个反应谱列出来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两个变数 那我们就要用一个3D图来表示这样 那这样的话表示就比较不容易这样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原因的话 那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 结构在地震作用之下 它有阻力比 但是它的阻力比不会太大 大概是5%左右这样 那当然这个阻力比呢 部分是来自于这个非结构 比如说这个门窗啊 这个窗框啊等等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当结构这个受到地震的作用之下的话 它可能某种程度啊 已经进入这个非线性 那非线性的话就会消散些能量 那这个消散能量的话 也会造成个阻力的效应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位移的反应啊 位移的反应谱 那我们看说这个是阻力比 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说当这个阻力比 越来越高的时候呢 那个位移的反应啊 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这样 那当然当这个周期趋向于0的时候 这个普位移也趋向于0这样 当这个周期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这个普位移呢 也会越来越大这样 那当这个周期啊 趋向于无限大的时候 那这个普位移啊 就接近于啊 地表的位移 再来我们看这个普速度啊 普速度这样 也是一样 我们的阻力比呢 从2%变化到50%这样 那我们开始发现啊 这个 当这个阻力比越高的时候 那这个普速度啊 就会越来越小这样 那一样 当这个周期啊 趋向于0的时候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非常刚性 那这个普位移啊 还有这个普速度 就是相对位移 结构相对于 地表的位移 相对于地表的速度 都趋向于0这样 那当这个结构啊 的那个周期啊 趋向无限大的时候 那所以说这个结构 非常非常的软 那这个普速度呢 就会相当于啊 这个地表的最大速度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 加速度的那个反应普 那一样我们从 把这个阻力比啊 从2个% 一直地震到50个% 那我们看这个反应普呢 也会因为啊 这个阻力比越来越大 它的那个反应普 加速度的反应普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这样 那说说这个阻力呢 就会有这样一个效应这样 好 那如果说我们看说这个 以这个加速度反应普回力 那我们看不同的那个地震记录 那一个的话是TCU 026 是台湾的 应该是中部的那个车站 再来是TCU 029 那也是台湾的中部的那个车站 然后再来CHY 008 那应该是南部的那个车站 那再来是这个国外的L Central 这个地震记录 那我们发现说 虽然它那个地震又不一样 四个不同的那个地震记录 那我们看这个加速度的那个反应普 它有个趋势 一个的话就是说 当这个周期啊 从这个零变化的时候呢 它会渐渐地地震 这个加速度反应普会地震 随着这个周期而地震 那地震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它变成是个平台了 类似个平台这样 那过了这个平台呢 随着这个周期的地震 这个加速度反应普反而地减 那这个形状的话 对我们之后啊 设定它的那个设计的反应普呢 相当有帮助这样 那我们这个设定反应普呢 就按照过去的一个地震记录 把它的地震记录反应普全部画出来 那我们看到一个趋势 那这个趋势呢 就用来啊 做我们这个设计 结构设计的时候的那个反应普 那我们说给了一个地震记录 那就是x0w大这样 那这个有这个x0w大 那我们把这个地震记录来基层这个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就是有这个m 有这个k 有这个c 那我们知道结构的反应呢 跟两个参数有关系 那一个是结构的频率 Omega0 一个是结构的那个准备比z 这样 那我们现在如果把那个z 这个固定为5个percent 那所以说结构的反应呢 只跟它那个结构的周期有关系 这样 那我们改变不同的那个周期 那对于每一个周期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构的那个最大反应 我们把这个结构的最大反应 跟周期的那个变化把它连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反应普加 那当然结构的最大反应呢 是包括最大的相对位移反应 最大的相对速度反应 还有最大的绝对加速度反应 所以我们经过整理之后呢 那我们什么是位移的反应普呢 那位移的反应普呢 横轴就是单置物度结构的自然周期 那纵轴的话就是单置物结构的最大的那个相对位移 这样子 然后那个速度的反应普呢 横轴也是单置物度结构的自然周期 那纵轴呢 是单置物度结构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相对速度 那加速度的反应普呢 横轴就是单置物度结构的自然周期 那纵轴的话就是单置物度结构的最大的那个结对加速度 好 那我们来看结构的那个最大的那个相对位移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结构的周期T 还有结构的阻尼比Z 那当然我们从结构的那个周期呢 那我们从结构的那个周期呢 我就知道它的自然正平Omega0 那知道它的Omega0 也知道它的阻尼比Z 那我就可以找到结构的那个反应 那结构的位移反应呢 那我们叫Xn 那n呢很想是从0123到全 到那个地震结束为止 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位移里面啊 找到一个最大的值 那么它这样的话就是它的那个普位移 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这个普位移呢 会跟结构的周期有关系 会跟结构的阻尼比有关系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阻尼比啊 就固定为5% 那如果说啊 这个结构的最大位移啊 这个普位移呢 就变成啊 只有跟结构的周期有关系 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 改变不同的周期 我说对应每一个周期呢 我就可以得到一个 对应的那个普位移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普位移啊 连成一条线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位移的反应普了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设定一个周期 还有那个阻尼比呢 固定是5% 那我们从这个周期呢 就可以得到F0 F0呢 就是T的导数 那我们从这个F0 再乘上2π呢 我们就得到Omega0 那我们有了Omega0 有了那个Zeta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位移的反应 那位移的反应呢 那位移的反应呢 我们就找它的最大的值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那个对应于T的那个普位移 那我们把对应不同的T的那个普位移 连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位移的反应普 那速度反应普也是一样 那我们这个设定一个周期 那我们阻尼比呢是固定5%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位移的反应 那我们把位移 把速度的反应啊 这个速度是相对速度 那我们把这个速度反应取绝对值 然后呢再取最大值 那我们就得到那个普位移的 那说对应一个T 我就得到一个普位移 普速度Sb这样 那我们改变不同的T 我就得到有很多很多个这个普速度 那我们把这个普速度把它连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速度的那个反应普 那绝对加速度也是一样 那我们设定一个周期T 设定一个阻尼比Z 那我们这个Z是固定是0.05的 5%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对应一个地震记录 对应一个地表加速度 我就可以找到它的那个相对地表加速度 还有地表的加速度 把这两个加起来就变成绝对加速度 那我们把这个绝对加速度啊 取这个绝对值 那么再取它的最大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普加速度 那对于一个周期 我就得到一个普加速度 那对于不同的周期 我就得到不同的那个普加速度 那我们设定要好多个周期 结构的那个震动周期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好多个这个普加速度 那我们把这些普加速度啊 连起来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加速度的那个反应普 那我们这边呢举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是TAP097 那这个TAP呢 TAP是代表北部的那个车站 然后呢编号是97号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东为正 我们取东西向的那个地震记录 这个东往东的那个加速度为正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震的事件呢 是民国91年3月31号的花莲的那个地震这样 那当然同学在这个中央气象局的网站里面呢 也可以找到这个地震记录这样子 那这个Delta T呢就是那个取样的周期 那就是说这个地震记录 这个地表加速度啊 它的那个取样周期就是0.004秒 然后时间的那个总长呢 是99.996秒这样 那说资料的那个总点数啊 这个N呢就等于这个25000笔这个资料这样 然后从这个地表加速度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最大的那个地表加速度 那就是PGA 那英文呢就是Peak Ground Acceleration 是96.24G 那这个Gal呢就是Cm Per Second 它的单位就是Cm Per Second 然后它的地震记录是长成这样子这样 那这个横轴呢大概是从0到100秒 然后这个纵轴呢就是它的加速度 然后单位呢是Gal这样 那就是Cm Per Second 那我们在这边呢看到那个最大值 大概发生在30秒到40秒之间 那接近是100个Gal 那100个Gal呢就是100个Cm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这个车站的名称呢是TAP 097 然后呢这个以往东为正 那就是说这个地震记录呢 地震记录是东西向 那以往东为正这样 那这个DELTA T呢是0.004秒 那最大的那个地表加速度呢是96.24Gal 那就是96.24Cm Per Second Square 那发生在呢30几秒的地方这样 还不到40秒 好那跟着我们就建议这个运动方程式 这个运动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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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这样子 变化这样子 只有两个参数 那一个参数呢就是它的自然频率Omega 0 另外一个参数呢就是它阻力比Z这样 那一样它的那个初始位移设定为0 初始速度啊设定为0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结构的周期 因为我们要改变不同的那个结构周期 那这个结构周期呢是从0.01秒到这个10秒这样子 那这边呢总共有31个结构的震动周期这样 那我们对应一个结构的震动周期 还有呢它的阻力比设定为5% 固定是5%这样 那说说我们有了阻力比 有了结构的震动周期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地震反应的分析 那我们有了地震的反应分析 我们就可以得到相对位移 跟着时间的变化 相对速度跟着时间的变化 绝对加速度跟着时间的变化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最大的相对位移 最大的相对速度 最大的绝对加速度 那我们对一个t就导到一个对应的最大值 那我们把这些最大值连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反应谱 那这个反应谱是有位移的反应谱 速度的反应谱 还有加速度的反应谱 那我们的结果就在这里了 那他就说第一个图的话就是位移的反应谱 再来是速度的反应谱 再来是加速度的反应谱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横轴呢就是周期了 周期了我们从0秒到10秒 那事实上我们是从0.01秒到这个10秒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这个普位移的纵轴 那普位移的单位呢是cm 那大概是介于0到15之间这样 那我们再看速度的那个反应谱 那速度的反应谱的单位呢是cm per second 那大概是介于0到60之间 60cm per second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的反应谱 那也介于这个0到40之间 那它的单位是Gal 那Gal呢就是cm per second这样 那在这边呢我们要做几个判断 看说这个结果合不合理这样 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周期是0的时候 或周期接近0的时候 周期接近0的时候呢 那就代表说这个结构是非常刚硬的 那非常刚硬的话这个结构呢是跟着地表在运动的 这地表往东它就往东 地表往西它就往西这样 所以呢它是没有相对位移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他会看到这个普位移呢是0的 那一样因为这个结构非常刚硬 所以呢它是没有相对的运动 没有相对的运动自然就没有相对的位移 也没有相对的速度这样 所以呢这个普速度也是等于0这样 然后再来因为这个结构呢非常刚硬 它跟着地表在动 所以啊地表这个动了多少它就动了多少 所以这个地表的加速度就相当于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普加速度呢就是结构 这个普加速度就是结构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加速度 最大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也就是地表的那个加速度 所以这边呢是接近100的这样 所以我们看这个时间这个结构的周期趋向于0的时候 那我们看它的结构合力与否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当这个结构的周期啊趋向于很大的时候 那很大的时候呢就这个结构非常软 这个非常软的话这个结构这个地表在动 结构不再动不动 如果说我们从外太空来看的话 地表有在动结构没有在动这样 所以它的那个普位移呢就相当于最大的那个地表的位移这样 普速度呢相当于地表的最大的那个速度这样 那这个普加速度呢因为是结构的那个绝对加速度 因为从外太空来看的话这个结构是没有在动的 所以呢它的加速度 它的绝对加速度呢就趋向于0 所以我们从这个t就是结构的周期趋向无限大 那当我们目前呢只看到这个t等于10秒的时候 那我们看说这个普位移合不合理 普速度合不合理 普加速度合不合理 再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几点 比如说当这个周期等于1的时候 那我们有得到这个普位移 周期等于1的时候1秒的时候 还有普速度 周期等于1秒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普加速度 那我们看这个普位移 普速度还有普加速度 它们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一个比值存在这样 那当然除了这个周期等于1秒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看周期等于2秒的时候 这个普位移 普速度 普加速 有没有个关系存在 有没有个比值存在的 那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啊 这个研判说 我们得到的那个位移反应谱 速度反应谱 还有加速度反应谱 是合理的 那我们的参考文献 是包含结构学 工程数学 钢筋混凝土学 还有两本规范 那包括是建筑物的规范 还有混凝土结构的那个设计规范 这样 那再来是有两本书 那两本书呢 就是混凝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的上下车 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告一段了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